老婆 我带小七来看你了 小七 自从你妈妈叙事后 我就退出了组织 一直在做保镖 可在暗营组织 已留下太多仇家们 现在他们又来了 你带我这剑 去夺好 解决完 给你暗号再出来 刀不够帅 不适合我 我骑着摩托 一样能跟你杀出去 虎风 号称幽民 当代引流之主 竟然敢献身我大夏 紫罗兰 自从我爱人意外去世后 我就决心退出组织 但是引流之主这个身份 我已经摒弃了 依我看 你这引流之主 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 今日正好 我们弟兄们 取你向上认同 换取五十亿赏金 我解决这个小偷崽子 我解决这个小偷崽子 拿起他们 怎么没了 是不是怪了 银巫者训练手册是我编写的 你只学了皮毛就可轻视对手 我看你这银巫者职业生涯 已经到此为止了 你不杀我 爱人去世时我就答应他 从此不再杀戮任何人 我不理解 你愿意放弃当引流之主的荣耀 去当使我保镖 现在我只想女儿平安长大 名利早已不重要 老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小七 你爹答应你 一定给你一个安稳的家 老爹 我想大口吃肉 好 明天带你吃个够 二位请慢用 哇好香啊 快吃吧 谢谢老爹 四 今天这里清肠 混 真好吃 今天这里清肠 不想死 赶紧滚蛋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怎么 小丫头骗子不服气啊 再不走 我的肉 怎么 想吃啊 跟你爸爸一块跪下来吃啊 看来我该好好教教你 怎么做人做事了 兄弟们 有人要教我做事啊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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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们也是拿钱办事 别让我们难办呀 难办 那你别办了 小七 爸爸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女孩子不要轻易动手 怎么回事啊 叶秘书 叶秘书 小龙 现在让你办点事 怎么这么磨叽 叶秘书 都是他们两个赖着不走 还对你抽言不敬 叶秘书 必须打断他们两条腿 立威 兄明 怎么是您 九文龙 你被解雇了 现在立刻离开第号集团 叶秘书 你这是 拉下去 叶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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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影集团前人成员 外见幽门打 不必多礼 我已经退出暗影组织 不再是幽门了 你就叫我处风吧 听说你们这都包场了 是这样 我现在在第号集团 担任总裁秘书 我们总裁要在这里相亲 通知下去啊 相亲地点有所改动 不必了 我们呀 就是来这随便吃一个便饭 马上就走了 还有 不要向别人透露我的身份 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明白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小朋友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又给你补了一份 谢谢姐姐 没事 老爹 你也老到不小了 也该给小七找个妈妈了 我呀 可能永远也忘不了你妈了 老爹我要喝过奶 好啊 等着 联姻只会分化我在集团中的权利 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结婚对象 晴雨 你给我介绍的这个人靠谱吗 在这边 在这边 坐 是来相亲的吧 先坐一下坐 介绍吧 啊 小朋友 我叫李雪嫣 是地豪集团的现任总裁 我 你不外有车吗 有 户口本带了吗 带了 小七给牛奶 老爹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妈妈 小七别乱说话 我没有乱说啊 她也在这儿我妈妈 你 怎么称呼 月薪多少 做什么的 我老爹是国际排名第一的保镖 炎王要你三根死 他能保到你天明 配你 绰绰有余 保镖 我的秘书清雨 应该告诉了你我的基本情况 我手握地好集团 个人资产过百亿 你 你是怎么敢跟我相亲的 相亲 相亲 老爹 这个漂亮阿姨跟妈妈闯得好像 小七 这么多好吃的也堵不上嘴 别乱说话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对物质条件没什么要求 相反 如果你能满足我的条件 我可以让你和女儿衣食无忧 在江北过上最好的生活 谢谢 不必了 她确实不是来相亲的 因为跟你相亲的人 是我 跟照片上差不多呀 晚上跟你这个姐姐学几招 只要把秦少我伺候好了 想要什么 有什么 清雨啊清雨 这就是你说的靠谱的相亲对象 还不如对面这个声音 不好意思啊 相亲取消了 那你是直接同意了 你误会了 我们 不太合适 装什么清纯啊 美女 我劝你还是考虑清楚 我秦少贵为江北秦家大少爷 你取消的可不是一个相亲的机会啊 可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可以走了 在江北还没有我秦少得不到的女人 我说今天怎么怒不平 原来有人脑子有坑 呦 我以为谁呢 原来是莲花街的贫困大户楚风啊 带着女儿来改善伙食啊 三个人点一个菜啊 没钱啊 秦成 嗯 我们在哪吃 吃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没关系了 我呀 只不过是吸血 当年叱咋风云的雪霸 毕业之后 去当保镖了 几年不见 还什么寒酸啊 哎 我听说 你把自己老婆给坑了 这个 该不会是下一个吧 啊 哈哈哈哈 秦成 别太过分了 我劝你 最好想清楚自己在跟谁说话 老子可是上市公司老总 我一个电话 让你跟你那野丫头明天睡大街 废我 你带着个脱油瓶 老婆 还敢跟我们秦淫傻强女生 你怎么想的呀 老爹 我好想打她呀 把小鸡都没来去吃饭了 呦 想吃啊 到你的废物老爹跪在地上喂你吃啊 怎么不服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让你爸跪在地上吃东西 他就得像一条狗一样趴着吃光啊 要怪就怪你有一个无能的老爸 没人 我说的够清楚了 这个臭保镖给老子提鞋都不配 你呀给我当老婆 想要什么比你现在赚钱多多了 你敢吵析我吗 不甲活了 先生 妈的小兔崽子 该拨我 你干嘛 我满手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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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来人哪 快走 随便动手 放心 我有分寸 小七太帅了 谢谢妈妈 小七 乖 别乱叫 怎么了 都是一家人 可惜什么 一家人 什么意思啊 走吧 结婚 结婚 小七 跟爸爸走吧 怎么呀 下次再带你去吃别的好吃的 我是觉得 你人品还挺不错的 而且 我也只是需要一个已婚的身份罢了 你应该 也不想让孩子以后跟着你受苦吧 而且呢 跟我成为夫妻 我可以让小七成为江北的公主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啊 以后也不会再发生了 谢谢 不必了 老爹 你说过要给我安稳的生活的 小七 你让爸爸再考虑考虑 好吗 下午还得参加小姑的婚礼呢 再说户口本也没带啊 户口本 我带了 老爹人生大事终于找了 我可以放心了 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老爹我要吃糖 好啊 去吧 小朋友你几岁了 八岁 还是那句话 我们只是夫妻之名 地豪集团的事 你不用插手 另外 既然你是保镖 正好我也有需要的时候 好啊 作为报酬 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保证你们的物质需求 等我的目标完成以后 我们就离婚 好 是他们 给我抓 这 怕什么 做我的 给我抓 我要吃饱饭了 百分之内 百分之内 我 我看到了什么 卧槽 这他妈是八岁 车怎么停了 家有门啊 车怎么停了 家有门啊 怎么回事 这 妈妈 你不用担心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小七吗 为什么 因为我国际排行榜第七名 真的 秦成 这么快就从医院里出来了 你怎么 干嘛 你 还敢校长 得得老子 老子接着送你们去医院 喂 这新车是你提的吗 怎么 他 我 我的新车 差点把你给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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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 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们麻烦了 小七 你怎么说到的 小七不知道 小七啊 只是力气大了一点 哦 对了 你不是要去参加妹妹的婚礼吗 我派吃送你们去吧 不用了 就几步路而已 李总 金宇 你去给归宜安排一下礼物吧 既然是他的亲戚 档次别太低了 两千万以下的 就别送了 去吧 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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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情帖吗 哎呀 我们是来喝喜酒的 新娘子是我小姑 哦 原来是你啊 我听楚小姐 说过你 给人当保镖的 哎呀 谁让你过去了 楚小姐说了 你 没有资格进这里 真是开了眼了 连情帖都没有 还尚赶着蹭吃蹭喝 脸皮可真厚啊 你们父女俩 怕是家里接不开锅 来这里蹭饭吃 楚小姐可是秦少手下的红人 而你呢 说是保镖 跟保安差不多 其实啊 就是狗腿子 开门狗罢了 你 我们走 来 小琪 坐 这里 可没有给你准备的位置 我来参加我小姑的婚礼 你跟外人家都会少年 哼 新人到 爸 小乔现在过得很累 您在天之里 成功心 小乔 叫小姑 小姑 这是你亲戚 怎么一股穷三味 保镖什么情况 怎么什么人都往里不放 我不认识他们 小乔 你什么意思啊 卓风 丢不丢人呐 这可是江北唯一的七星鸡酒店 在座的随便一位 都是你这辈子望尘莫及的 而楚小姐和白总更是我们之中的乔楚 你怎么好意思跟楚小姐攀亲戚的 还不快快出去 小乔 我们好歹是亲兄妹啊 狗屁 当初我被你们赶出楚家的时候 你想过我是亲兄妹 现在 你要以这种身份来证明跪天 不知道那个死老头子知道了作何感想 楚乔 当初如果不是你不争气 咱爹怎么可能把你扫地出门啊 再说他已经后悔了 他找你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说 那死老头子他该死 你胡说什么 那是咱亲爸 你居然敢打我老婆 所以你今天来 就是为了破坏我的婚礼是吗 我今天来是为了完成咱爸的遗愿 完成以后我马上就走 我只知道现在我是主子 而你不过就是一个狗腿子 狠狠 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不想跟你计较 给我滚 妹妹 咱爸死前一直都惦记着 就等着喝你一口喜酒 今天我来是给咱爸还愿 这台女儿红 是你刚出生的时候 咱爸埋在院子里 就等着你结婚的时候 喝咱这杯喜酒 可惜等的时间太长了 等不到了 今天我替咱爸和你喝一口 妹妹 别叫我妹妹 楚方 这大喜的日子 你老提一个死人干什么 就是 你不就是看楚小姐飞黄腾达了 来当舔狗吗 还装得像模像样 那一堂 连狗都不喝的垃圾 就来蹭十几万的大餐 真会算计啊你 赶紧给老子滚出去 老子的婚礼上 没有乞丐的婚礼 一个保镖呢 快把他婚出去 我老子是保镖 世界第一的保镖 世界第一的 而且 而且我们可不是乞丐 我妈是地豪集团大老板 哈哈哈哈 这丫头是疯嘛 楚风 赶紧带她去检查检查脑子吧 地豪集团的大老板谁啊 那可是李雪嫣啊 李雪嫣要是她妈 我当场把这桌子吃下去 哈哈哈 楚小姐在地豪集团任职 这种事情 楚小姐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的好大哥 你终于也不找个好点的礼物 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你的礼物呢 在座各位送来的礼物 都是至少十万块钱起步 你的礼物 不会就是那死老头子酿的酒吧 楚桥 我不管你有什么机遇 我只知道这是咱爸的遗愿 做人不能没有人性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本对我指指点点 你不就是看我有钱 想来找我算个饭吃吗 你想给那死老头子还愿 行啊 我想把地上的酒水给我舔干净 我就发发神心 让你吃他们剩下的剩饭 你这样对得起咱爸吗 你给我踢那个死老头子 我现在在地豪集团 那是平步青云 而你不就是一个臭保安 我连接下来的剩饭都拿不出来 有你这样的大哥 是他妈的丢神 就是 我们家可没有带这个脱油品 还爱吹牛的亲戚 地豪集团大老板李雀淹是你老婆 好啊 那你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带来的 是谁要客人 地豪集团到 地豪集团携贺礼前来助楚小姐新婚 礼金四千万 天啊 那可是四千万 果然是地豪集团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啊 黄金两箱 礼金加上这些金条 真是价值商议的贺礼啊 祝楚小姐和白先生 白头偕老 燕秘书 你怎么亲自来了 这真是受宠若惊 燕秘书是李总最信任的人 她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李总 楚小姐能被李总看中 简直是平步青云啊 是啊 另外 从今日起 楚小姐将是我地豪集团财务部新任总监 年薪三百万 天哪 这下楚小姐可真是一飞冲天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靠谱可怕 小的时候 你处处哪里都不用讲 但是现在 我和你 已经不是一个丛子商人了 是吗 臭保镖 你不过就是一条黑猫狗 你妹妹可现在是地豪集团的高管人 来人 把她给我轰出去 姑爷 今天来自仓促 准备的这些还合适吗 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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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来自仓促 准备的这些还合适吗 姑爷 姑爷 没错 今日我前来 一是为了庆贺楚小姐新婚 二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 楚风先生 是我地豪集团李总的丈夫 也就是我地豪集团的姑爷 丈夫 丈夫 叶秘书 您是不是搞错了 楚风他就是一个臭保镖的 怎么会是地豪集团的姑爷呢 你是觉得我在撒谎 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 李总裁怎么可能喝上这个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他 谁是废物 我 我是废物 真是眼下 早就说了地豪集团大老板是我妈 你们还不信 还欺负我老爹 小姐 您刚刚说他们欺负你们 是怎么回事 他们把我爷爷的酒倒在地上 还让我老爹跪在地上舔 叶秘书 小孩子乱说 这话可不能信啊 小琪 来 给我给你洗糖吃 我还是喜欢你们高台解恶不训量 大哥 你早说你是地豪集团的女婿啊 今天都是误会 这么久没见 咱们可要好好照顾大哥呀 是啊大哥 我们兄妹好久都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聊天了 你就坐下来陪我喝一遍吧 不必了 今天我来就是完成咱爸的遗愿 现在已经完成了 爸 这杯酒我替您喝了 你 小琪 咱们走 大哥 楚桥 我祝你新婚快乐 虔诚似己 走 严秘书 你快劝劝我大哥 让他回来吧 现在知道他是你大哥了 屈颜覆视 有眼无珠 你们这群狗眼无珠 看人低的砸碎 也配合我们姑爷 有任何关系 我们走 真是晦气 今天就不该来 如果得罪了地豪集团 我们以后在江北还怎么混 走吧走吧 离这倒霉的女人 越远越好 楚风 你就是要诚心和我做对 诚心让我过不去吗 你还说呢 还不是因为你 现在我们得罪了李总裁 我们一家怎么在江北待着 我真是倒霉 我真是倒霉 才会娶了你 我不甘心 楚风 我早晚有一天要把你踩在酒下 我要让你跪剑我 姑爷 等等 姑爷 不好了 李总不见了 老爹 来火了 姑爷 你们去哪儿 把人救回来 姑爷 你们怎么知道李总在哪儿 姑爷 李大总裁 好久不见 别费劲了 李总裁 你又算正大的这绳子 又能怎么样 我蒙火堂这么多兄弟啊 可不是吃干饭吗 哎 这就对了 老实点 对你没有人 对我 对我 听你堂弟说 帝豪集团有的大事没有要做 李江天 他想干什么 也不干什么 就是 把你帝豪集团的商人 拿给我做 我不保你无事 哎 不可能 帝豪集团是我全部的心血 我不可能跟我手让人 好 嘿嘿嘿嘿嘿 李总裁果然是个硬骨头啊 拳王 有 我是拳王拆人的三界世界冠军 打遍东南亚无敌手 你怎么可以 打 打 不知道 李总裁 这拳身的骨头都打断了 这个嘴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硬 老爹老爹报告老爹 收到 请讲 发现敌人是否需要立刻清除 OVER 发现敌人是否需要立刻清除 OVER 敌人数量如何 都是些垃圾战我渣 我一个人就能收拾 OVER 小七 你怎么来了 哪儿来啊野丫头 不想挨打给你滚 杀气 你真在小七内心狂飙 放我妈妈 腹子 我的怒火是你不难承受的 小七快走 丫头骗子 过来啊 我的腿 老爹说了 对付坏人 绝不可以手下流情 废物 连一个小孩子都打不过 我要你们何用啊 小畜生 你到底是谁啊 他们叫我七杀 七杀 传说中的国际暗访第七 他跟你什么关系 我 又是七杀 不可能 七杀成名之战已经过去多年了 当年 他一人一刀 堪功了半做纽约 你才多大啊 我今年八岁 成云那年 我还没有断奶 小蛤蟆 少妈妈 把这个小东西给我按哪儿 小七 妈妈 小七来了 小七 小七听话 快跑 走 黑虎 你不就是想要订单吗 我给你就是 不要跟一个孩子叫针 现在想走 晚了 全王 交给你了 小七快跑 妈妈不怕 好气可以的 嘿嘿嘿 小东西 信不信我一根手指 就能把你给捏死呀 怪事啊 这小东西哪来这么大理解 全王 你行不行啊 臭 这可是你自找的 难道这么大也是 我要打十个 杀 全部杀 小七退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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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呀 我叫楚风 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罢 我的名头不重要 我叫小七 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罢 反正名头最重要 好好好 老子在江北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回碰到硬撒 老子外面百来好兄弟呢 一人一过也能把你们敲着肉泥 这 这是我蒙虎堂兄弟们的身份标识 你们在欺负小七的时候 你的兄弟都被我收拾完了 不可能 我一百来号兄弟的根本不可能 一百来号有九十三个吧 如果还有马上都叫过来 兄弟 今天算我眼拙 我认贼了 我要提醒你啊 我可是蒙虎堂的人 你要是杀了我 我兄弟们全饶不了你 你走吧 不杀我 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如果你再找麻烦 我随时奉陪 兄弟 今天算我欠你一条命 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这件事龙雁也已经介入了 今天只是个开始 以后但凡有用到我的地方只管盐运是吧 小七 小七你没事吧 我没事 妈妈你没受伤吧 妈妈没事 多亏了小七 楚风 没想到你跟小七这么能打啊 会些拳脚罢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被绑到这里来的 因为啊 我在你身上装了定位芯片 啊 在这儿 这儿 职业习惯罢了 哦 对了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你现在赶紧带着小七走 晚了就来不及了 什么意思啊 龙家拥有大侠 费大的企业集团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龙家受益 那我地豪集团也自身难保 我们萍水相逢 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他们为什么动你啊 我父亲的死 很有可能跟龙家有关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挑衅他们 所以 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走吧 我知道了 回去之后 我会让清语给你们收拾行李 准备今晚的机票 等等 谁说我们要走了 你什么意思 楚风 现在不是疫情用事的时候 作为保镖 保护雇主是我们的职业信条 楚风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承认你跟小七都很能打 但是我的仇人 不是能打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决定了 小七 走 我们回家 妈妈 快走吧 我们回家 小七护家老爹 收到请回答 Over 收到 Over 沙发病病安全 Over 收到 继续搜查 报告老爹 传练病后发现玩偶 是否需要清除 不用 他没有敌 舒风 小七 你们在干什么呀 敌人对你的动向了如指掌 还能精准掌握你 孤身一人的时间 要么你就是身边有内部 要么 就是你被窃听 窃听 怎么可能 有了 什么 微型窃听器 米国生产最新型号 我想它一定不是你房间唯一的一个 这 对面的人都听好了 我不管你们什么意图 请你们打消这个念头 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请你们打消这个念头 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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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怎么 简单机会发现了 应该是这个叫楚风的人 在帮助李雪燕他们 黑虎他们遇到的 应该就是他 我们的镇孔摄像头 也被破坏了 你查 跟我查 这个叫楚风到底什么来着 我们解决帝豪集团的计划 却不能被他给破坏了 龙少请放心 帝豪集团 迟早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雷少 这位是 这是那个楚风的妹妹 楚乔 对于楚风而言 简直是了如指掌 收收看 龙少 你可千万别被我哥唬住了 他就是一个入坠的李雪燕家里的臭保镖 说到底 不过是前年在国外留了几年学 不会一些手脚功夫 但是 他就是一个身不分文的废物 哈 一个废物啊 也敢给我龙家做的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为你自来啊 龙少 我们不用脏了自己的手 暗淫组织 终于来了 哼 终于来了 那个楚风再能打 也打不过顶级的姚务城 还有那个李雪燕 一块做了便是 你们 放手去做吧 楚风 我认为你对小七的教育 有很大的问题 我不觉得 小七 妈妈送你去这里最好的学校上学好不好 平时呢 让清语阿姨照顾你 嗯嗯嗯嗯 小七 我可不是在跟你商量 就这么定了 老爹 小七 听妈妈的吧 李总 有人在别墅门口放这个 这是 暗影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就是一个恶作剧罢了 雪燕 你也累了 去休息一会儿 嗯 也好 老爹 你为什么要骗妈妈 你妈妈 已经被暗影组织盯上了 这个手印跟那个金币 就是对我们的警告 要么就杀了你妈妈 要不就让我们远离她 所以我不能跟你妈妈说这个事 那我们要跟遗物者打一架吗 仔细可以的 不用 嗯 希望我的亲笔斥令 可以让他们知难而退 啊 死了 怎么回事 这 这是营流之主的亲笔指令 跪下 属下 属下不知营流之主在此 罪该万死 我留你性命 你把这个金币带回去 回去告诉你的上级 我要保的人总是杀不了 是 是 老爹 第二个隐屋者就这么放走了吗 让他回去捎个信 希望他们能够知难而退 老爹 我觉得他越来越漂亮了 嗯 初凤 今天跟我一起去趟商场吧 小七一起 好好好 小七一起去 小七你看 哇好漂亮啊 好多气球 我有点事儿 你们先走 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好 幽明 你作为引流之主 跑去当保镖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跟组织作对 我早已退出组织了 退出组织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决定的 况且组织现在有任务 杀出李雪岩 雪岩和我结婚了 护他周全 就是我的最大实责 你怕是忘了 血气之约 这是你当年以鲜血力下的血气 不可为费 你想退出 那就满足我最后一个要求 天下弱大 我楚风想走还没有人可以来 是吗 违背血气者全球通缉 以你在组织里的地位 一旦通缉赏金将会是五十一 全球通缉令 血气就是血气 战子违背血气者只有死路一条 到时候别说是李雪岩 就算是你女儿 你也无法保护 你是在用家人威胁我 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可以威胁你楚风 楚风 立刻远离李雪岩 否则 组织将会让你付出代价 妈妈你看那边小熊好可爱呀 小心慢点 你这是什么人 李大总裁 问这么多干什么 等会儿你自然就知道了 喂李公子 人已经到手了 干得好 我的人已经过去了 把合同签了 送我的好姐姐上路 走 李大总裁 真是好久不见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楚桥 你什么意思 少给我装饰 不过没关系 昨天晚上你又死在家呢 现在我看你忙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幕后主使是谁 我管你这么多干事 你还是好好保护你自己 干 谢谢 好好好 签了这份线人书 从李豪总裁的位置上 别捆下来 今天 我还能放进一条生意 楚桥 这么做 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除了李豪集团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 不签是吧 没关系 你死了之后 我照样得到李豪集团 小姑 放了妈妈 小姑 放了妈妈 小七 小东西啊 你就这么喜欢你的这位妈妈 妈妈 只要有小七和爸爸在 没有人敢伤害你 站住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个小怪物一身笔结 你既然这么想救你妈 那我们来批评 是你的小短盆跑得快了 还是 他手里的刀 小七 你快跑 先去找你爸爸 楚桥 这卸任书 我签了就是 你不要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 哈哈哈哈 不是吧 这么快你就答应了 小七 你说得对 只要有妈妈和爸爸在 这帝豪集团 又算得了什么 传说中的李大总裁 可是以铁腕著称的女同志 这么快 这个小东西就成为你的软肋了 帝豪集团对你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楚风 老爹 放心 有我在 没有人敢逼你就是 我的好大哥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这英雄救美啊 说白了 你就是一个吃热饭上门女帝 怎么 看见自己的摇钱书要倒了 急了 你怎么看我不重要 现在我是李雪嫣的丈夫 我也是她的保镖 有我在 谁也动手她 楚风 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的坏我好事 你为什么就是要和我过去 我没有挡你的路 是这条路根本就死不通 这条路走不走得通 也要试试才知道 执迷不悟 我的手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上 楚小姐 这 这人身手很强 我们不是对手 翻车 楚风 你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后果 什么后果我楚风都一力冲单 好 我会让你知道 有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 雪妻 暗影组织找你了 没错 我身后这位 就是暗影组织派来的鱼舞者 暗房顶级高手 楚风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得罪了 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妹妹 不要 雪妻已经签订了 愚蠢的妹妹 你 别说了 别叫我妹妹 楚超 这雪妻无音于卖身器 你实在不该这么做的 卖身器有什么 我说了 今天无论如何 定好几番都要一出 蠢王 我要让你跪在地上 救我 大人 请签订血器 血器已经签订 今日我帮你杀人 明日你为我做事 誓约成立 不可违背 誓约成立 不可违背 主强 你还不知道 你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奴隶 大人 交给你了 幽冥 幽冥 别来无恙啊 不知无形之刃 是否鸿王一救 明日是楚王 你为什么叫他幽冥 楚小姐 你哥哥也曾笑丽于暗影 我不想看见昔日兄弟的血 哼 你我从未交手 听你这么说 你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击败我 幽冥面前 从未有一盒之敌 过弄玄虚 小心 你敢动手 当真不怕死 这怎么可能 不愧是影流之主 当代幽冥 果然厉害 我们走 暗影组织第一法则 目标不死 守门也不止 天上 你是在求死吗 如龙 有名判处暗影 请立刻发布全球悬赏 如龙 有名判处组织 请立刻发布全球悬赏 悬赏令 楚风 代号幽冥 赏金五十亿美金 生效时间 十二点整 楚风 好好享受这场 大陆盛宴 全球悬赏已经开始了 十二点钟正式生效 全球悬赏 楚风 这是怎么回事 以后我再跟你解释 以后 你以为你还能有以后 全球悬赏令一旦发出 无论你是谁 都敢逃一死 兄妹相残 居然能让你如此开心 我当然开心 楚风 我就是让你尝试一下 被欠人 被判 抗击的慈悲 杀戮盛宴即将开始 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收到消息 楚风 记住 这就是你跟组织作对的后果 三 二 一 小七 大人都是狡猾的 你要记住 他们在利益面前比谁都快 要是有蹦蹦躺的话 小七可以更快的 雪岩 你带小七先走 可是 他们的目标是我 走 谢谢 你猎 你猎 穿 你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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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真是 妈妈 妈妈不见了 小七 老爹 妈妈刷的下不见了 区区障眼法竟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幽敏 你再敢上前一步我就让你知道 到底是你的动作快 还是我的刀快 干得好 跑得这么快 你跑得过这么多营物者吗 小姑 你太讨厌了 小七 你先走 堂堂引流之主 竟然沉溺于这温柔之乡 幽敏 你的刀 断了你 刚锋一折 对了 没什么不好 我实在是不理解 三百万营物者以你为手 而历代的引流之主 以你为不行 放着如此荣耀你不要 偏偏 跑到一个女人的屁后面去当保镖 你是不会懂的 我不懂 像你这样从小在组织长大 没有家人 你和我不一样 你不会懂家人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家人 汉营组织从小将我养育 而营物者们 也将我视为家人 那都是虚假的荣耀 虚假的亲戚 是你不懂 组织的高层 将我视如己出 而营物者们 也是我情同守宫 组织口口声声说的 视如己出 可是如果他们真那么想 怎么会让你来面对我 处方 话里有话 到底是想说什么 说白了 是让你来送死 组织已经成建五百年 没有人敢面对幽民的风险 暗影组织成立了五百年 也从未有幽民敢判处组织 你说了这么多 不过是死到临头嘴硬罢了 实话告诉我 我们已经发布了全球学生力 所有的营物者和赏金猎人 已经闻到鲜血的味道 狼群将至 而你 并不半年受散 你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猎狗面对雄狮 无论再多都是赢不了 你是觉得 杀不了你是吗 能够杀死雄狮的 只有另一部雄狮 你们充击量 就算是炮灰罢了 就算我死了 功劳也不会在你身上 这种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的人 你还把他们当作家人 真是可笑 他也不惨了 幽冥 我看你是怕了 没想到这堂堂幽冥 居然也有着洞口 不动什么的时候啊 子罗兰 如果你放了血烟 我绝对不杀你 你大可以去感受一下 正常人是怎么生活的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 你视为家人的组织 其实都是合作伙伴罢了 子罗兰大人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动手 都是假的 你不过 是在这里蛊惑人心罢了 我已经把你说服了 要不然你怎么不动手呢 在幽冥面前动手 大可一世 动手啊 其实我今天来 不过是想看看 能让你幽冥离开暗影组织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小七 放开 如果你没有放下匕首 现在你已经是个三岁了 十二五 没有这个必要 你也是奉命行事吧 小七 这怎么可能 小姑 这是最后一次 这几天你可以先不回去 在这走走 你也许会碰到真正的家人 是 全球悬赏令 回去转高如龙 不管他找谁找多少人 一个不留 你偷偷杀掉 我确实会如实转告如龙 我确实大不过 需要制造点伤口吗 以免如龙怀疑 不必 我另属于另一位管理者 他如龙 还不如 走啊大人 重复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你不配知道 走吧 他们的目标是我 我会保护你们的 可是 可是你已经被全球悬赏 以后 你跟小七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 困难都交给老爹吧 小七 你的爸爸 又不是我所不能的呀 老爹也该到哪了 那家伙没有父母 我们一定要把他 养育成优秀的大人才行 交给他吧 李总 不好了 帝豪集团发生动乱 您堂弟李江天 正在打算救人新任总裁 什么 而且帝豪集团 现在被立案调查 李总 您的资产 已经被全部冻结了 我现在就回去 初风 跟我去一趟公司 就算你们现在回去 也都已经放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 昨天饶了谁呀 初风 你不是一直都想 跟着这个李大总裁 还当小白脸吗 现在 他倒了大霉了 你 你也要跟着一气万在 落井下石 嘴上发泄发泄 就能让你得到心理安慰吗 小姑好可怜 李英英 初风 我还真是羡慕你 现在 全球悬伤流动 已经奔发出来了 你竟然 还是这不死样子 所有人都想要你的 伤伤人头 我 还真的是很想 看到你流落尖头的样子 初桥 你好自为之 不许到 我说了 今天第好几堂就要一阵 就算我没有成功 但是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么早回去打扰李雪的后事 初桥 你就这么甘心被别人当枪使吗 你要记住 这是你最后一次对李雪原动手 下一次 我不会再念兄妹之情 紫罗兰 把我妹妹带走 优敏 你不怕我加害你妹妹吗 你是组织的人 不会对雪器签订者动手 好 你们先走 他们的目标是我 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可是 走 李嘉天开始吧 是 我要 在座的诸位 自我介绍一下 本人是第好集团新任总裁李江天 本少初来乍到的 在第好集团人生地不熟的 想啊 收三条本地的狗 李少现在正缺人呢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可他要的不是人 是狗啊 太惨了 有没有想给本少当狗的呀 李少 我是第好集团的市场部总监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您的狗 您让我咬谁 我一定咬谁 咬不死 那就死咬 哈哈哈哈 好 从今天起 你升任公司大区总监 谢谢李少 谢谢李少 李少 我是第好集团的老员工了 对这里各个项目都清晨熟路 我当年的高 给您直楼打行 好 回头啊 赏你两个亿 对不起 对不起李少 还差一条呢 哦 这条不错 正好呀 我还缺一条呀 贴身的秘书呢 过来 李江天 你身为李总的堂弟 这么做 对得起他吗 废话真多 来人 把他给我带过来 嗯 我看谁敢动他 李总 哟 我的好姐姐 你居然 还能四肢健全地走回来 我正好问你一句 商场 哈哈哈哈 好玩吗 李江天 你为了得到第好集团 居然不惜和暗影组织勾结 哎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只要能干成大事 以身似虎又如何 哦对了 现在以身似虎被吃干抹净的 好像是你那个那个 保镖老公吧 好像那个楚风 还有个叫什么幽灵的称号 为了李大美女 不惜为全球宣赏 还真是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疯了啊 我脑筋很坚强的 就跟小强一样 根本打死 李雪嫣姐姐 你既然来了 我就正式通知你 我是地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你签了协任合同就可以滚蛋了 李江天 你根本不是地豪集团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成为地豪集团新任总裁 我不是这里的人又如何 让我的狗狗们告诉 我凭什么能成为新任总裁 李小姐 集团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八大董事 七个都给李少投了赞成票 还有我们公司这些员工 也都是李少的狗 他说往东 我们绝不往西 我为地豪集团渐渐业业 你们宁愿成为别人的狗 都要背叛 背叛 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 得罪谁不行 偏偏得罪了龙少 就是现在整个江北除了你 没有人敢的龙家作队 你这么做那不是把地豪集团火坑里推吗 实实物者为俊杰 看来诸位都是头脑清醒的人杰呀 还有呢 地豪集团呢 是你爹创建的 你说破天也就是个代理总裁 李少不也是你李家的人吗 这是公平竞争啊 诶 这条狗叫得我很是高兴 李少过甲 李江天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吧 集团八大董事只给你投了七票 你怎么不敢说最后一位董事是谁 这怎么个事 你不敢说啊 我帮你说 地豪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建 我李家在集团永战董事会议席 并且对集团所有会议都持有一票否决权 我父亲离奇身亡 如今这一票否决权归我所有 就算你有其他七大董事的支持 但是只要我不发话 那你也绝无可能成功上位 我说的对不对呀 行啊 李雪燕 我原本以为就是个败家女 没想到你脑子居然怪好使的 看来不动点真格的 你是不可能乖乖的把总裁位子交出来了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 暗影集团不可能只派了一位顶级暗影员者 我只要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们立刻去学习你李家 正好啊 现在你那个保镖老公不碍事 今天你不签也得签 没必 龙泽坤 我李家与你有何冤仇 你要如此相逼 我仇无怨就不能逼你了 人未才死 你要未失望 我与你父亲也无仇无怨 但我还是把他给杀了 什么 我父亲是你杀的 李雪嫣呐 我要是你我就签了 钱仔毕竟是身外救 好死也不如赖活着呀 现在赶紧把字签了 我就求龙少放来 李江天你这个畜生 我父亲撒下这么一大笔记忆 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你成功上位 也不过只是一个傀儡罢了 没错 我当然是傀儡 我要做的 就是龙少这样 雄才大略之人的傀儡 告诉你 我就算是死也绝对不可能签字 那我要告诉你 今天不签我有的是办法 反正你那个老公已经死了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你什么意思 只要你成为我的女人 到时候我就是李家的女婿 自然 不用李家签字了 对对对 龙少的办法当真是妙不可言呐 李雪嫣还愣着干什么 能得到龙少的重庆 你这位美女总裁也不亏呀 我终于能坐上帝豪集团总裁的位置了 小七你干什么 什么鬼 这小东西哪来这么大力气 妈妈快来 妈妈坐 什么等 敢坐我妈妈的位置 小兔崽子你就狂吧 等你妈从帝豪集团总裁的位置上下来 我让你睡大街去 哎怎么说话呢 她成为我的女人 这小姑娘就是我女儿 你能让我女儿去睡大街 龙少 不敢不敢 小七有爹 你们跟我爹屁都不是 你有爹 你倒是让你爹过来啊 你爹现在啊 怕不是已经死了 难不成 还能从地狱里爬出来不成 老爹 这怎么可能 龙少 他不是已经被全球悬赏了吗 他应该已经被营物者和赏金店人杀死才对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龙少 这家伙不好对付 怎么办呢 先不要着急呀 这小子确实挺大 只不过解决了门口那条小杂鱼 就以为能翻了天了 暗影组织的如梦大人 马上就到 他身边带着的可都是如梦总之的精英 相比那些 只会拿钱的赏金猎人 完全不同 原来如此 还是龙少您想的周到 楚风 没想到 你没被赏金猎人们打死 居然还敢跑到这儿来 这就叫 羊辱虎口 哈哈哈哈 不愧是幽明 生死之间 风云看淡 不愧是幽明 生死之间 风云看淡 幽明 从商场到这里 你少说也杀了上百个营物者和赏金猎人 你觉得 这样的杀戮 你受用吗 你这种人 天生就是幽明 但是我实在想不通 你一般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都会比较惜命 这女人 能有什么魔力 能让你放弃暗影组织的荣耀 去屈身于 勾碗瓢盆 洗衣做饭 幽明 你的确很强 就连我身后 暗影榜第二的营物者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你不要以为 来杀你的 就是刚才那些营物者 和赏金猎人吧 你的定位 我已经发出 就在刚刚半个小时 来杀你的几万人 都已经集结 来大厦的班机 都已经被定满 几个小时之后 营物者和赏金猎人 组成的大军将淹没整个江北 狼群将至 狩猎 才刚刚开始 而你 绝无生路 游明全球悬赏令取消 悬赏令取消了 怎么可能 悬赏令怎么会取消 游明 你到底做了什么 全球悬赏令 只有暗影组织高桌会议的 七位议员 才有资格发布跟取消 如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在暗影组织应该是第二席位吧 什么意思 第一席位的天罗 觉得你最近风头太盛了点 你是说 取消全球悬赏的 是这第一席位天罗的授意 你跟天罗 已经位列高桌很多年了 这么多年的友谊 还是敌不过地位的威胁 所以我说 暗影组织实在是太冷了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已经叛逃了暗影组织 他是不会帮你的 因为我是游民 因为我是游民 如果你足够强大 只要你付出一点点 就能和任何人交易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你跟天罗 牵了血气 我既然判出暗影 就绝对不会再回去 你 什么意思 我只是和天罗有一个口头的承诺 如果取消悬赏 他就可以得到我这个承诺 同时 你对他第一席位的威胁 由我消除 什么 你要杀了我 杀了你 最差的结果 也不过全球悬赏吧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抱歉了如文 我不能答应 紫罗兰 难道你也要判离暗影组织 也许有一天 我会这样做 但是 你已经等不到 死了 如龙死了 你们两个 把他拖下去 如果没有听错 李雪妍的父亲是你杀害的吧 是我杀的又如何 你以为你有钱就能草鸡人命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我可是龙家的人 龙家的人 我打你你也得受着 厨房 你敢打我 你别给我怕了 我告诉你 背叛了暗影组织 你还杀了暗影组织的高层 暗影组织 我会追杀你到天下海角 要是敢动我 我龙家的人也不会放过你 大象内外 觉悟你立足之处 你还是好好活过今天再说吧 你不能杀了我 我爸 可是大象内外 集团最大的老总 暗影想杀他 尽管是上天入地 你也逃不掉 爸 好 爸 你要快点来 这边 有人要杀了我 谁也杀不了我 没错 龙少是龙家的独子 他想杀谁就杀谁 厨房 今天你不仅杀不了龙少 你还要将地豪集团 拱手奉上 这种人杀了他未免太便宜他 龙家 你爸是大厦最大集团的老总 龙在天吧 你认识我爸 算是吧 厨房 你少在那套近我 龙少父亲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小啊 就是 你以为这个时候跟龙少盘交情 到时候龙少就能饶了你吗 哈哈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再能打 不如人家有钱 一切都白搭 折腾起来 就连你楚风不能安生 这地豪集团 他也在垮 别我说 厨房 你现在给龙少磕一个 龙少心一软 今天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你这么能打 说不定龙少一高兴 给你个龙家高级保镖的工作 还有你 李雪燕 你别太执着了 这地豪集团是你的心血不假 但是吧 你已经嫁人了 就好好相扶教子 集团的事情就别再操心了 叫得好 这地豪集团落在我手里 也就是落在龙上 也就是龙家手里 姐姐你放心 地豪集团有龙家撑着 绝对是争争日杀 你们能不能要点脸 看看你们几个的嘴脸 做人是丑了点 如果做狗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狗 你 别吓了 龙总来了 看你这张嘴 还能不能这么硬 好 那我等着 希望别让我等太久 李总 姑爷 龙总来了 谁要杀我的儿子 谁要杀我的儿子 爸 爸 你抽里来了 就他 他打了我 他还打我咧 你抽给我打了 龙总 这家伙简直是无法无欠 必须给他点骨头吃吃 没想到 在大厦还有人敢动我龙家的人 爸 这人呀 能打得很 你可见不见这边的对抗 能打 在大厦能打的人多了 在我龙家面前 有用吗 小子 混哪条道上 敢和我儿子作对 难道 不知道我龙家的名头吗 这家伙好像是暗影组织的什么人 称号叫什么 幽明 幽明 龙总 您放心 他呢 什么组织 什么阿摩阿狗都有 随便起了一个名号 乍一听还挺火人的 您别被吓了 就是 爸 咱家有了事情 拿钱 打死他 黑神 黑神 爸 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他就是暗影组织的一个杀手 什么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什么人 他能是什么人 吹火了 还敢放死 幽明是什么身份都不知道 幽明 乃是暗影组织的鹰武者之王 我在国外谈生意的时候 遇到了武装叛乱 是楚先生出手 胆枪匹马一个人镇压 几十个当地的军阀救了我的命 也可以说 没有楚先生的救命之恩 就没有我龙家的今天 这 这 我来江北 就是专程为了来见楚先生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 趁楚先生回归江北之际 下达了全球悬赏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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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葬送我龙家呀 跪下 我让你给楚先生跪下 好 幽明 在下 教子不言 真小孩 别以为一句教子无方就能马虎了事 子不教 父之过 别以为一句教子无方就能马虎了事 子不教 父之过 楚先生 教训的是 只是不知 我这孽子 犯了什么错 触怒了楚先生 他杀我父亲在先 暗杀我在后 今天又想夺走我父亲一手创建的地豪集团 救我呀 楚先生 我愿替我儿赎罪 我龙家愿意献出金矿百座百亿订单 用来洗清我儿子所犯的错 还有吗 还有 亲手断他的双腿 死后余生 屠材人的一伤不过 妈 闭嘴 恩人 您看 这样行吗 诶 楚哥 楚嫣 你杀了我吧 楚嫣 楚先生 我愿意献出龙家全部的财产 或者 您可以杀我们龙家 任何的人 想杀谁就杀谁 只求您 饶我儿以命啊 雪嫣 你愿意原谅 救我呀 你救我呀 妈 杀人者 人横杀志 没有赴死的觉悟 就不该举起风刀 雪嫣 我们走 传我的令 龙家 从此后与地豪集团 不再起 也可得出 土豪 你到底是谁 保镖呗 全球同级 什么人能值五十亿美金啊 还有 暗影派来的 演武者 为什么会对你那么客气 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我在国外待过几年 这个暗影组织啊 我在这上过班 我也做过保镖的工作 你少给我打码 我遮遮掩掩的 李总 其实姑爷他 没什么 教导主任啊 哦 那小七惹事了 什么事 哦 好的好的好的 哦 知道了 怎么了 小七的老师 说小七在学校出了点问题 让我马上赶过去 那我跟你一起去 好 最近公司的项目很多 需要您亲自处理 许颜 要不然你先忙 小七就交给我吧 那好吧 好 好主任 好 您等一等啊 好 我知道了 好 听说这个主任喜欢吃榴莲 教导主任 我马上就等 不管是谁弄伤我儿子 我都要让他死 十分钟之内 通知对方家长 马上到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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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站不站 这 啊 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你敢拿六两天老娘 你不晓活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刹车没注意 你没事吧 你觉得我像是没事吗 你觉得我像是没事吗 你受伤了吗 实在是不小心 对不住了啊 你说不小心我就信了 像你这儿我见多了 你不是就见我有钱 跪你拿脏东西丢我吗 这榴莲闻着臭 这都是刚切的 很新鲜的 哎 闭嘴 你看看你骑这个破车 一脸倒霉像 象征穷屌丝 一看就知道 不是身为有素质的人 我的素质 跟我骑的车有什么关系 还有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我赶时间 你有事就说 没事我就走了 好吧 我也赶时间 跟你这种人吵架 真是拉低我的档次 你把我车弄脏了 你说怎么办吧 我给你擦干净总行了吧 哎 停 你这东西都起囚了 又脏又臭的 你就拿着脏玩意擦我车 把我车弄口气弄掉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我带你去洗车行了吧 不行 我说了我赶时间 真是麻烦 那我去给你买一条新毛巾 总行了吧 不是 你把我车弄脏了 还说我麻烦 买新毛巾倒是可以 但是你要是偷偷溜走怎么办 但是你要是偷偷溜走怎么办 我是不会溜走的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不行 你不能走 你想偷偷溜走骗老娘 你还嫩了点 像这种穷屌丝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行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呢 你趴到这车门上 用舌头 把你舔干净 开什么玩笑呀 有你这么侮辱人的吗 什么叫侮辱 我这车多贵呀 你一辈子都见不着 让你舔干净 那是给你脸啊 我告诉你 我不想跟你废话啊 换其他的 既然你自答应 那就第二个选择 隔五万块钱洗车费 这事就算过去 五万块 你怎么不去抢啊 什么黑店洗车要五万块钱 管我什么黑店 五万块 一个子都不得烧 你人没受伤 车也没换 说白了你就是要钱呗 我要钱怎么了 我没受伤怎么了 我还没问你要精神损失费呢 你那溜脸 往我脸上 老人多臭啊 这谁受得了 要钱 五万块钱我没有 刚才买榴莲 剩了五十七块钱 他要不要 不是 你就拿这五十七块钱 来糊弄老娘 再莫及这五十七块钱 也没有了啊 我赶时间 好了 先走了 哎 站住 给我站住 臭小子 别让我再见你一次 在江北 让我见你 从前打断里让狗腿 叫答主人 通知对方家长 我马上开车过去 哎哎哎哎哎哎 眼瞎呀 拦着你还往里边进 我不能进啊 废话 这里可不是像你这种人能来的地儿 我孩子就在这上学 你们学校领导在里边等着我呢 我得赶紧进去了啊 你回来 你说你是这里学生的家长啊 对啊 放屁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里是江北最高学府 在这里上学的 非富即贵 你再看看你 七个破吃 一身地摊货 还敢冒充这里的学生家长 谁给你的胆子 我的女儿就在这个学校上学 教导主人就在里面等着我呢 你赶紧让开 哎呀你得了吧 你当这是你村里的小学呀 你知道在这里上一年 多少学费吗 两百万 这些钱 都够买你这条命了 废话这么多到底什么意思啊 再说了 学费再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学费再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跟我有关系 这里的学生家长 可都是我的一时父母 哎 我就坦该跟你说吧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我只关心 我在值班的时候 能不能拿到提成 只要提成到位 别说你想进去 就是你想去学校的 任何一个地方 我都能带你进去 或者是你想参观学校 我都能把校训 给你倒背如流 啊 你拦着我 就是想要点咕噜费对吧 不然呢 干我们这一行的 想捞油水 这就得亲身手 学校怎么会找你这样的人看门 你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 再说你对得起这所学校的名称吗 对不对得起这所学校的名称 跟你毫无关系 现在跟你有关系的是 你不给我甜头 今天 你就别想进去 还有几分钟 得赶紧进去了 哎 你发什么愣啊 你到底给不给钱 哎哎 校长 我在这呢 你们这保安啊 不让我进去 校长 他妈的敢骗我 人呐 老爹 哎 哎呦 主人您好 我是小七的家长 你就是小七的爸呀 是 怎么了 小七又惹什么事了 我听说你是干保镖的 成天打打闹闹的 怪不得交出小七这种小兔崽子 哎呦 小七啊 就是个活泼性子 我回去和他说说 让他注意 行吗 哎 不用了 我已经决定了 把他开除了 什么 为什么 哎 你还问我为什么 上次一课 骑在同学头上灌篮 框一下就把篮球框给干碎了 这孩子力气势大了点 还有踢足球 一脚把足球架给踢散了 这样吧主员 您看看多少钱 我赔 要是钱的事就好说了 关键是他还欺负同学 把同学给打伤了 什么 这孩子真是不让我省心 老师你别下手 我没有 哎 您看看 主任 对方家长到了 是你 还真是冤家路诊 没想到居然在这碰到你这混蛋 学学妈妈 这个就是小七的家长 正好 薪酬救援一起算 什么意思呀 你家小七打的就是萱萱 这位就是萱萱的妈妈 小七 你打人了 没有 还没有呢 那我家萱萱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那是他自己 撞 你撒谎 我家萱萱最诚实了 我都问清楚了 那就是你打的 哎 你看看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撒谎 还想打人 有这么严重的暴力倾向 那长大肯定是个祸害呀 真的没有 你有 还撒谎 主任 怎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我老公可是外籍海归博士 在地豪集团那可是高管 叫出的孩子能唱吗 你看看你 一身的地摊货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你们评判是非的标准 就是家境 你们评判是非的标准 就是家境 那不然呢 你来的时候没看见那一排排教学楼啊 那都是地豪集团捐赠的 萱萱的爸爸作为地豪集团的高管 为了学校的捐赠 那是没少在中间周旋 我不听萱萱妈妈的 难道听你这个穷逼的 哎呀主任啊不是我说啊 这种人的孩子跟我儿子一个学校 那贵校的档子真是越来越低了 这什么野猫野狗都能进贵校 这打我儿子试校 那是把什么传染病带的学校来 这责任主任您担得起吗 所以你们罔顾事实直接给人定罪 就是对你们自己孩子的教育吗 哎你看看 典型的仇富思想 萱萱家长 你赶紧把学校的体育设施的钱给赔了 然后让小七给萱萱道歉 这事就算了了 道歉快给我道歉 道歉还不够 还要跪下说我错了 那今天弄脏我车这事就算翻篇了 学校的钱可以赔 至于道歉 现在事实不明 在没有确定我女儿是不是打了她儿子之前 不可能 敢忍我是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你们父女俩要是不跪下给我儿子道歉 那就别想做出这道门 老爹 我才不给他们道歉 你不跪下道歉是吧 那我就让你跪下 喂 我是林清远 今天在这遇到个不开眼的 你赶紧过来一趟 快点 小子 我说了 在江北 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 今天你们要是不道歉 那就别想走出这道门 真是无法无天哪 不难想象你交出来的孩子 也不会是什么好处 竟然敢这么说喧喧妈妈 小心迷去开除 这种风气的学校 不上也罢 不上也罢 还真是打中脸充胖子 估计当初入学的时候 那还不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把孩子送进来的 哪个不开眼的干涉到我猛虎堂的头上 黑虎 就是他 雷小姐 放心我这就帮你出头 这背影 怎么有点熟悉啊 黑虎 怎么是您啊 黑虎 怎么是您啊 我现在火气很大 你要替他出头吗 哪能啊 不敢不敢 凤哥 凤爷 你多厉了 你就是再给我十个担子 我也不敢给你做对啊 啊 黑虎 你这是干什么 你怪他一个土宝干什么 什么黑虎 我在凤爷面前 顶多就算是一只小猫咪 喵 喵 嘿嘿嘿 怎么 这是你的人啊 不不不不 凤爷 这女的老公 是迪豪集团的高管 这自打上次被您教训过之后 那我就协计着 跟谁做不是做 我就跟第好集团一块做事了 我跟他老公 算是熟人 熟人熟人 黑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谁 别对 老爷们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啊 没看见我兄弟脸上的伤吗 这都 多亏是凤爷手下留情啊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看起来不好惹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小青 我们走 你不能走 你女儿破坏学校体育设施 你还没有赔偿啊 好好好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 我赔 我看你拿什么赔 我虽然不知道 你有什么办法 让黑虎对你卑躬屈膝 但是我知道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你这种穷酸货 根本赔不起 小五 你打个欠条也行 你就写小齐家长赔赴学校体育设施 按个手印就行 不必了 多少钱你说吧 我算算 大概 主人呀 你也不想地豪集团不再给贵校捐款吧 这你可要算清楚了 算清楚了 大概是一百万 一个篮球架加一个足球门一百万 你们是抢劫吗 那可是进口材料制作的篮球架 一百万都打了折扣 怎么赔不起啊 要不咱还是打个欠条 要不这样 这欠条你也别写了 你呢 就去学校打工还钱 帮学校打扫打扫厕所 顺便还能照顾照顾你女儿 怎么 这个主意好吧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会适可而止的 这个主意好吧 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不会适可而止的 他还要给咱们一个教训 地豪集团 从江北第一小学 撤资 停止捐款 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呢 这不照样写欠条吗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 原来只是一个会吹牛逼的妄想狂啊 还说地豪集团停止捐款 真把自己当什么人了 地豪集团的总裁吗 我确实不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但是我有和地豪集团总裁一样的待遇 我要看你装了一天了 你不是影帝就是个神经病 主任 干净打电话给医院 把这个病人给拉进去 小七 印章 已经传过去了 及时生效 还装模作样的啊 这印章五块钱买的吧 哎呀 小七他爸呀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拿着假印章出来胡闹 这回教坏小孩子的 弟 院长 那个小七是你带着学生吧 哦 是是是 那个小七啊 我已经把他给开除了 什么开除了 你这个花族 耳朵做事了 这什么情况啊 院长 这好地方都要出资了 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会给我们学校接过了 理由就是小七收欺负了 啊 你赶快把他给小七家长 我要牵手回去道歉 小七 主任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七 不必了 小七 我们换一所学校吧 好 耶 我们走 我走 你给我走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先个兜 给我道歉 小七 小七 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地豪其他什么人 老人 你有他信心没 滚 你个倒霉催的 连连我们炫耀 小七家长 无论你是谁 惹我 都要让你付出代价 走 怎么还跪着呢 睡着了 大哥 你怎么起来啊 麻辣 可以吧 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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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啊 老爹先送你回去 我还有事 好的老爹 欢迎来到大陆酒店 先生你想吃点什么 暗影信物 尊贵的客人 这里是暗影集团旗下的酒店 所有手持暗影信物的人 都可以享受这里最高的服务 每次消费只需要一枚金币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我们这里有新西兰独有的黑金豹 阿拉斯加红海参 李海珍珠鱼子酱 意大利白松露 您看您想吃点什么 我们的厨师长亲自为你掌勺 来一碗肉丝面吧 放点江北特产的香菜 家乡的味道 实在让人怀念 好的 先生你请稍等 楚风 张浩 咱们大学毕业好久没见了 对啊 对了正好 一会同学在这聚会呢 一块喝一点 算了吧 我随便吃点就走了 哎呀怎么能算了 你都来大陆酒店了 一块喝一点 好 走 同学们 看 谁来了 楚风 张浩 怎么回事啊 今天不就我们几个人吗 刚刚在外面正好碰见了 大家都是老同学 一块喝一点 哎不是 张浩 你可是一点眼泪都没有 他楚风什么档次 也敢跟杨哥喝一个 大家都是老同学嘛 话不要说这么难听 那我就直说吧 之前在学校呢 大家身份都一样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 可是出了校门呢 这身份跟档次就不一样了 那要是硬往上凑 那就不懂事了 杨哥是海归 外籍博士 现在在地豪集团 当高管呢 你呢 听说 你还只是个臭保镖 浩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们改天再聚吧 对不起各位 我来了 老公 你打了我的女人 你打了我的女人 完全是她自找的 我不想跟你废话 打了我的女人还想走 那你想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 也不想干什么 毕竟同学一场 我也不能叫人再打你一顿不是 那多丢份啊 嗯 这样吧 楚方 你把这两瓶酒给干了 我就放你走 怎么样 李扬 这不合适吧 这个可是烈酒 人干两瓶的话就干医院去了 你别开玩笑了 啊 你觉得是 我在开玩笑 浩子 这人是你拉过来的 他要人不喝的话 你替他喝 四瓶 你只要干了这四瓶酒 他处风是走是流 随意 没错 喝完了酒 就算他今天在这里蹭饭 无论点什么 我请了 咱都是同学 别过分了 张浩 你在叫我做事啊 张浩 你什么东西啊 你也敢指责你杨哥 你也不想想 你新创建的公司 要指望谁 投资养货呀 快给你杨哥道歉 杨哥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哼 楚方 不是我说你 你曾经也是咱们学校的学霸 咱们毕业以后 不能这负担心 还给云拉投资 要我说呀 下次装逼之前 还是先投资投资你自己 最起码给自己搞伸儿 好看的行道 楚方 不用这样 人在屋檐下 我都不敌头好 我都不敌头好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呀 识别三遇 当刮目相看 这曾经的好学生 现在装逼撒谎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呀 楚方 我是真服你了 我就没见过那么能装的 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自己很有钱的一样 那你 把这瓶酒买了吧 你别闹了 楚方 这酒是酒店里面最贵的酒了 嗯 这瓶酒不算太贵 也就是 换一套别墅吧 嘿 说你胖啊 你还真喘上了 别闹了 楚方 走吧 楚方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这家酒店 是超越江北七星级酒店的超级酒店 接待的宾客 那都是非福即贵 你别看这家店的规模虽然不大 可是要论历史 和背后投资者的能量 我敢说 放野整个大象 没有一家能与之匹敌 杨哥 你跟他一个群光呐说这个干嘛 他不是个保镖吗 说不定啊 在这里 等自己的主子呢 再或者 看谁有钱 赶着赶你跪舔呢 哈哈 老公 这个楚风 好像和地豪集团有什么关系 不可能 我来地豪集团这么久 而且前段时间还去了趟分公司出差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这楚风跟地豪集团有什么关系 哦 我就说嘛 挨个屠狗 和地豪集团有什么关系 楚风 你不是说 在这里吃饭不用付钱吗 那就把这里的酒钱都给结了吧 我凭什么帮你们付钱 没钱就是没钱 装什么装啊 好 这么说今天 我还就不走了 啊 我还没见过蹭饭 像你蹭的这么硬气的 嘿 就他这个穷山羊 杨哥手缝里随便露出来的馒头沙沙 都给我他吃撑的了 谁说我蹭饭了 我在这儿自己点的餐 我自己付 你自己付 哎 张浩 你刚刚碰见他的时候 他点了什么来着 这 这我也不知道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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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先生 您要的肉丝面到了 您是要拼个桌吗 哈哈哈哈哈哈 初风 你可真是笑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吃什么呢 啊 没想到来到这大陆酒店 就是为了吃一碗肉丝面呀 嘿嘿 你 你 不应该啊 这大陆酒店 应该不能接待这么穷酸的客人吧 难不成是这服务员可怜他 是设给他的 没错 肯定是这样 先生 您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吗 按照他点的 再给我来一份 要最好的食材 我出十倍的价格 初风 你能负得起吗 哎 服务员 把他点的 跟我们点的分开啊 李先生 您点的菜 还不如这位先生的领头 如果要分开算的话 您点的菜 可能要移到隔壁宝箱 等等服务员 这个人还不知道有没有钱 我建议啊 先见明他的资产 这位先生的资产已经证明过了 他是有资格在这里吃饭的 什么 怎么 怕了 放肆 那少爷又不是吃不起 服务员 找他点他 给我原模原样 来两份 初风 有种咱就比一比 今晚所有的消费 你我一人一半 敢不敢 有何不敢 好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吃完饭 可别跪下来瞧我 初风 别闹了 我这卡里又不是完 够咱们应付了 浩子 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嘿 初风 你这脸不红 心不跳的 你可真是能装啊 哼 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 搞了半天 不还是让老同学帮你 五十万确实不算什么 有种跟老子玩一场竞拍 好啊 奉陪到底 服务员 今晚的拍品是什么 李少 今晚的酒 是百年沉酿 国酒神台 起拍价五百万 好 我参加竞拍 是 初风 一旦参加竞拍 不容更改 五百万 可还要想清楚了 够你在这刷两辈子晚了 或者说 你现在跪下来给我当狗 还有后悔的机会 行了李少 出嫁吧 李少 隔壁包厢有大人物 他让我转告你 他对今晚的酒势在必得 您确定要参与竞拍吗 怎么 害怕了 什么大人物 是不是大人物 拿钱说话 对 继续竞拍 告诉对面的大人物 这个酒我们要定了 是 是 初风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老公不客气 初风 收手吧 参加拍卖的都是一等级的大人物 把他们得罪了 就不好收场了 开什么玩笑 我李家家大业大 盎晴 我还是地豪集团的高 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 先生 隔壁包厢客人出价七百万 本上八百万 一千两百万 一千三百万 两千万 杨哥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没必要为何是废物正勇气 得罪隔壁的大人物呀 就是啊老公 要不咱们就别继续了吧 你在土风他连叫叫 怎么 楚慌 你不是要竞拍吗 怎么不出价了 该不会是没签了吧 丢 公务员 我们就不继续叫价了啊 先生 您确定吗 我就不信了 看这个窝囊匪能装到什么时候 先生 隔壁出价一点五亿 楚慌 你个疯狗 五个亿呀 你八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 楚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隔壁继续出价 八个亿 够了 楚慌 够了 算我输好吗 你马上停下来 不然 一会儿得罪了大人物 我们都得死 周慌 你要是别拉着我们 你知道这么多钱 是什么概念吗 老公 你慌什么 就算得罪了隔壁客人 那也是处风的事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去你妈的 你知道什么 这家地 可是安影集团投资的 敢在这儿闹事 十条命的不够你赔的 先生 你放心 我们这里的客人 都是很有嫉妒的 不会因为这一点小事就闹事 杨哥 你先冷静一下 我不相信这楚慌 真的有这么多钱 服务员 我们要结账 对 我们要结账 楚慌 你也要结账 我看你哪来这么多钱 先生 你们分开算吗 分开付 分开付 我付我门的 不够 把你的客帮过来 楚慌 该你了 先生 这个你先拿着 您是我们这里 最尊贵的客人 无论每次消费多少 这枚金币 都可以代替支付 老公 这不就是托吗 好啊 你们大陆集团 居然也敢玩这套 老子的钱好赚什么 先生 请不要大声喧哗 我不管 把你们的负责人叫过来 否则 今天这个事没完 吵什么 吵什么 是谁 是谁敢在大陆集团闹事 负责人 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这是怎么回事 啊 在你们店里消费了十个亿还多 居然就付了一枚金币 他还跟我洋哥比赛 看谁消费的多 我们已经把饭钱结过了 结果 这不明显客人吗 没错 负责人 这可是影响贵店生育的大事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不知优 不知楚先生远方而来 有失人应 不是吧 负责人 你有没有搞错 你怎么对这个图片这么客气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我 我们就想要个解释 没错 必须要一个解释 解释 我是这间酒店的负责人 而楚先生 是本店的贵客 我们做事 还如许向儿等楼仪解释 你 怎么 你不服 我们爱有集团行事 什么时候容得着你来治会 不对啊 老公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负责人明明是个老头 什么时候变成这个美女了 就是 我记得上次负责人 就是个白发白虚的儒雅老子 我知道了 这他妈的是个圈套 我知道了 这他妈的是个圈套 杨哥 这怎么是圈套了 你们想 楚风根本就付不起饭钱 他这穷逼 也根本就不可能认识 什么大陆集团的负责人 他既然是个图 那这个负责人肯定也是个图 哦 老公 你是说他俩穿烧火 骗咱们的钱 没错 老公 他说的真的假的 李扬 没想到你这么不堪 宁愿自圆其说自欺欺人 也不愿意承认你自己看走了眼 你说什么 我怎么看走眼了 说到底你不过是为了逃避现实 来维护你那可怜的自尊罢了 你少再来胡说八道 你要是真有钱 倒是负呀 就是拿个破金币负账骗小孩呢 核对一下账单 刷卡负账 楚先生 按照大陆酒店的规矩 一次消费只需要一枚金币 而您已经付过了 刚才那枚金币是给服务员的小费 我自己点的菜我自己负账 楚先生 您大可不必向他们来证实自己啊 紫罗兰 你不懂 我不是在证明自己 我只是不想辜负暗影集团的任何东西 仅此而已 废话 这才念得多 你倒是刷卡呀 我不相信 他处分有这么多钱 至 至尊黑卡 他怎么可能会有至尊黑卡 先生 您的账单已核实 我不信 你给我看看 这 这是地豪集团 联名的江北至尊黑卡 楚风 你 你到底是谁 这 丈夫 李总什么时候有的丈夫 我怎么不知道 再说了 像李总那样的美女总裁 他怎么可能会看上你 这不可能 哎 燕经理 我 丑峰 你 你不能开除我 老公 你求他干什么 我去你妈的 你可贱人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 跟楚风闹成这种地步 还不快点 还不快点 跟楚风跪下道歉 有 我给他下跪道歉 你 不必了 不必了 让你下跪 我怕脏了贵族集团的地盘 你 先生 您的菜马上就要做好了 您是在这里吃吗 不用了 请你们酒店的人吃吧 我已经吃饱了 你 李洋 都是老同学 何必把关系弄得僵呢 我是在做梦啊 我一个海归外籍博士 竟然被一个 被一个保镖给开除了 海归 外籍博士 有个屁呦 还不如一个保镖呢 笨 先生 您的菜也马上做好了 您也是送给酒店吗 大猫 我带走 子罗兰 没想到你是这儿的负责人 暂时代理负责人罢了 就从你上次跟我聊完之后 我也想了许久 这些天都没有再回组织 这不正好负责人出去旅行吗 我呢 也就正好照着社策 对了 你妹妹她 怎么了 那天我送她去酒店 她醒来之后 我跟她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她听完之后 选择要离开 离开 去哪儿 只是说 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 至于这回来的时间 也不确定 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暗影的人 暗中跟她打了 谢谢 终于结束了 地豪集团也终于蒸蒸日上了 我父亲的仇也报了 龙家也付出了代价 这一切多亏了你 嗨 谢谢你啊 初风 嗨 我们之间不用言谢 我们当时说 结婚只是个幌子 等麻烦结束了 就要离婚 我 我反悔了 如果你觉得没必要 咱们可以随时结束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只不过 我觉得小七挺喜欢你的 我 我也挺舍不得小七的 现在几点了 怎么小七还没回来啊 老七 小七把你的快递拿来了 快递 小七 命名是谁 雪燕 我们又有麻烦了 暗影组织来忍了 暗影组织来忍了 暗影织来忍了 暗影织来忍了 暗影织来忍了